新天溪原水濁度昨天飙升到了一万两千度 台北从傍晚五点半开始部分区域停水 卖场也出现了抢水的人潮 为了避免速迪了台风的时候 民众喝濁水的噩梦重演 北水处呼吁民众要除水 也设置了21个取水点让民众来用水 但是呢 昨天下午卖场还是出现了抢水人潮 不少卖场各种容量各种包装的水 都比平常多倍了三到五倍 不过货架依旧是被抢购一空 净水设施不停运作 但台风带了好雨 池子里的水还是一片黄沉沉 原水濁度瞬间飙破一万两千度 根据台北市政府新的SOP规定 必须停止取水 应变的人力也好 然后净水处理药剂 包括极化电机的油料这些 我们都有做一个充足的准备 各清水厂也针对净水池里面的淤泥 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淤泥量 担心重演苏迪勒台风无水可用的窘境 北水处全力备战 先开放21个取水处备好25万吨的水 让民众可以提回家 就已经有建制这个系统 但是是紧急维生系统 经过上次苏迪勒台风以后 我们经过在检讨 发现这个紧急维生系统是可以 部分地区可以开放给民众来使用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措施 北市停水 新北市的板桥新庄等地区 也因为着度飙高 从28号下午2点开始到晚上11点 实施减压供水 偏远地区的尖峰时段 还可能会出现短暂缺水 而在大马场这头 店员紧急备货瓶装水 因为不少民众瓶装水一拿 就是好几大罐 就怕没水盒 看新闻有报说 水浓度会比较浑浊 所以有一个预警先搞出来 对 因为我家里是有过滤的 但是不太确定说 那这台水会不会停 这次比上次14万 比再多5成的备货量 下量的话大概是比平常再多4成左右 买瓶装水又抢大水桶回家储水 民众跟业者绷紧神经备战 因为谁都不希望苏迪勒带来的 停水梦魇再次上演 有电TV有长话全力和台北报导